今天就做油漆維修 首先這裏爛爛的原因 就是可能裡面有些濕氣之類 或者是紙帶那時黏得不好就離殼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要找個還未離殼的地方切斷它 要不然一元一條紙帶就會一路爛下去 長邊也是 然後你可以撕掉一些鬆的灰 在撕之前輕輕地先撕一撕的範圍 因為有時你不斷撕掉 你會撕掉到沒有盡頭 要檢查一下 如果這些口還未鬆的就可以了 然後把雞蛋撕進去都離開了 有時我把雞蛋撕很硬 會否是要排倒 很高重 用雞蛋撕 h지 把雞蛋撕裂 把雞蛋撕在一起 ! 近近看,一看色碎, 这些一定是普通的菜交灰 因為它是立眉粉紅色,而且摸上手好粉的 這些就不是紙底膚來的 所以它相對是比較容易離殼的 所以剷完鬆的那些就塗底膚 然後再撿回它 剷完之後 由於它的底膚摸上去好粉 在油底膚之前,最好先把塵抹去 如果是大範圍,就可能用雞毛掃或油掃去掃一下塵就算了 但在這麼小範圍,就用毛巾去抹去 就比較硬 它會比較好看 你看這些,塞膠灰的毛巾 不斷地抹去抹去 抹掉它,不用了 然後就有底漆 底漆的範圍擦大一點也沒有所謂 因為待會批灰的範圍也會批大一點 然後就打橫擦一下它 確保邊邊角角放了些油 至少會封住灰邊 其實我們這樣油底漆的目的就是希望令到它的底部 不能有些粉塵在這裡抹著 然後等它乾了,我會黏一條紙帶在這裡 但是這個應該不是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位置,水性底漆就乾了 所以就黏一條帶去 至於我黏的,就是決定黏纖維帶加釘膠 而不用... 而不用紙帶灰的 因為它這樣掉出來,這個一定有原因 所以我就嘗試用釘膠 加纖維帶 讓它的防水性能好一點 希望它可以捱久一點 因為它這樣掉出來 裡面一定是有少許問題的 但由於它的問題還未走到上表面 所以就... 大家都不要理它了 處理了表面問題才算 處理了表面問題才算 然後接釘膠封了它 通常做木燈座,我也是會用這個方法去處理裂縫的 而效果也是不錯的 我曾經見過有些師傅 只要用這些網打,然後再批勻石膠上去 再批勻石膠上去 打蜗 好了,再做了這裡便走人了 打蜂 好了,接著打完封回來,就預備執灰了 首先,這些灰我是加水,可以稀少一點 因為我待會要執過一塊,我想試試今天執完兩層灰 所以頭浸就要它快乾一點 所以你看到這塊灰的質地是這麼削的 開到這麼削的原因是因為我想加多些石膏 讓它快一點硬,然後再收工再多一層 所以有時候大家經常問,要多少份量呢 給你那個數,即是一成兩成那些是指引 有時候師傅去到一些特殊情況,他就要自己現場執刪 有些人會在這個情況下,直接開一些漿活石膏 不過我又未至於吸到它那個程度 所以就簡單點開這些灰蒜素了 可以再加多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藍蓋灰浸一開出來 你們小批灰的人,會批幾下就很累了 因為,給你菜膠灰,它是挺失敗的 哎呀,那就可以拍得了 然後散一下有沒有什麼突出來了 第一針灰一定是不漂亮的了 特別是這些厚的位置 還要先放大粉,先放一針下去 我批的第一層,都是這麼多洞,這麼粗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過對自己嚴苛了 因為灰永遠都是這樣,逐針逐針上去的 你第一針批得漂亮,通常就是你批得不夠厚的了 因為灰厚一定收得不漂亮的 對,所以大家記住 乾了一整天之後 現在我已經不黏手了 乾了七八成左右 所以就下班,再倒一針 然後一起乾 因為來講幾天我都不會過來的 所以就多撿一針 一回來後就可以去散開它 再倒一針 好想煮得了 我幫大家做的 好想煮實 我 butter不喜歡煮的 我都會做不及喔 先炒不起來 我都會做不及的 我都是想煮的 所以講煮的 都是放下灰,然後再拖開它 永遠都要重複這個動作 拖得又小一點,散的時候散少一點 拖得粗一點,散的時候散多一點